葡萄芳這個的味道 我覺得也很好聞 它是中性的味道 因為它裡面有雪松 欸 我跟你講 它超級 我超喜歡雪松 它洗了之後超好 超好起泡 然後也超好蔥 對 我跟你說 它這一罐呢 可以把臭的油頭味都洗掉 我覺得它是油頭裝的 我覺得它是懶人 我覺得它是一個懶人洗髮精 你聞它是不是有點木質調 其實是算木質調 對 很 它的香跟剛剛粗粗又不一樣 粗粗是比較 女性 那種韓國很漂亮的歐膩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那種 脂性的那種木質 其實我爸媽也很喜歡 主要原因是因為它就是像上面寫的 它就是強健庫法 它是不落法的配方下去做成了這一罐洗髮 那我覺得它很妙是它其實 我以為它洗起來應該是很重的汗方味 沒有沒有 完全沒有喔 超舒服的木質調 它是木質調 對 因為它裡面其實就是 有很多像是那個什麼 綠花白千層 然後雪松米蝶香 跟薰衣草 對 然後就是 它用這些成分 然後再加上它的不落法配方 這就是可以守護你頭皮的微生態環境 對 所以你不要想說 這個味道會不會感覺就是那種老人味 不會沒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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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好 是 完全不是喔 如果你開始有一點點癢啊 或者是像剛剛你老公就是有那種長一個痘痘 一點一粒一粒的話 其實那些都已經是警訊了 對 接下來就是它的角質啊 它的壞菌啊 就會開始滋生 然後就是會掉頭髮毛腦 所以當你有意識到這樣子的狀況的時候 请你一定要选对商品来做头皮的调理 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些 不管是醋水也好 或者是这一个不落芳 这个我觉得很好用